欢迎观看孤星频道最新报道 近日,一段《你是我的荣耀》中的花絮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大家都有过追剧的经历,尤其是一些热播剧 真的是追完一集还想着下一集 恨不得一天时间直接看到全剧中 但是制片方偏偏要吊着大家的胃口 这让剧集的花絮都成了不容错过的细节 像《你是我的荣耀》这种都市偶像剧 观众们最关心的就是男女主角拍感情戏的花絮 两个人要演出热恋的感觉 但是又不能真正的动情 这对于任何一个演员来讲都是一种比较大的考验 不过迪丽热巴和杨阳绝对是非常专业的演员 即使是在床上拍吻戏也依然能够收放自如 而通常在拍摄亲密戏的时候 女生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大多数时候是需要男生主动发挥的 但是女生要完全接得住对方的戏 这需要女生找到一种真实的默契感 虽然拍戏和真实的恋爱中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所处的场景不太一样 通常意义上一对恋人要有这种亲密的举动 肯定都是在比较私密的场所 但是拍戏的时候要在镜头前保持无人的状态 这对演员的基本功绝对是一大考验 按照追剧惯例 像这样的花絮通常是收费用户的福利 何况这是迪丽热巴和杨阳在剧中的第一次 不难想到粉丝们对这段剧情的兴趣程度 虽然我们在正片中看到的两个人在这一段中演绎得非常忘情 但实际上在现场的真实拍摄中 导演刚一喊停 杨阳就非常绅士地立即起身 两人并没有丝毫的尴尬感 可以看出两个人的配合也是非常的有默契了 可能是杨阳为了照顾迪丽热巴的感受 在拍摄另一段亲密戏的时候还不是很能放得开 这可不太符合剧本应该有的情节 因为原片中的这一段男主刚刚获得女神的芳心 两人第一次深情拥吻 按道理说是应该是一种释放自我的体验 但如果表现得太保守的话 就没有办法真实地还原剧情中应该有的状态 所以迪丽热巴很体贴地建议杨阳干脆把衣服的扭扣解开 不要太拘束 这绝对是一个专业演员才会有的职业态度 但杨阳身为男主角反倒是有些不太好意思 其实应该并不是她有所顾忌 而是怕因为自己误读了情节 而让热巴有什么不适应 所以才一遍一遍地确定是否真的要照导演所说的那么做 其实迪丽热巴和杨阳此次为了你是我的荣耀 这部戏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除了在戏里真实还原了情侣之间的那种甜蜜 联系外也没有放过任何可以磕CP的机会 两人在近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互动 此前迪丽热巴就晒出了牵手为杨阳吃包子的照片 这让不少网友都误以为两人真的要官宣了 看到迪丽热巴和杨阳如此的敬业 观众们也是打心底的为他们高兴 不少在追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剧的粉丝 多希望两个人真的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 不过感情这种事情还是要看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感受 相信若彼此真的是自己适合的人选 一定会等到官宣的那一天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迪丽热巴和杨阳在剧中 所饰演的情侣般配吗